红色的起点 作者 叶永烈 第二部分 前奏 9.新世界游异场窜出黑影 全国看北京 北京看北大 一时间 北京大学成了新闻中心 5月9日 从北京大学爆出一条轰传一时的新闻 校长蔡元培留下一纸辞职启示 不知去向 蔡元培突然出走 事出有因 北京学生一万五千人所为之事 乃家罪于北大之一校 北大一校之最加之于蔡校长之一身 盛传 北洋政府以三百万金购人赐蔡 为了蔡元培的安全 众有人力劝他火速离京 暂避风头 于是 5月9日拂晓 蔡元培秘密登上南下火车 悄然前往浙江 隐居于杭州 一个多月后 6月11日 又从北大爆出一条新闻 掀起一番新的波澜 木矮降临北京城 闹事之中 前门外珠适口西 门口悬着换花春字号的川菜馆里 一张八仙桌 五位客人正在聚餐 没有高声猜拳 只是低声敲雨 操一口碗腔 穿一身西服的侍臣独秀 不知什么原因 那件西服显得鼓鼓囊囊 另四位分别是新青年编辑高一涵 北京大学理科教授王兴拱 北京大学预科教授成衍生 内务部牵势邓出 他们或者衣襟鼓起 或者带着一只手提包 饭足 天色已一片浓袋 王兴拱 成衍生朝另三位点点头 先走了 他俩前往城南游一园 事先约定 李大钊在那儿等他们 陈独秀和高一涵 邓出一起出门 朝新世界走去 新世界是模仿上海的大世界 由一位广东商人出资建造的游艺厂 主楼四层 坐落在离幻花春不远的乡场路和万明路交叉口 新世界是个热闹的所在 唱小曲的 说相声的 眼睛系的 放电影的 卖瓜子的 吃包子的 喝茶的 人生嘈杂 嘻嘻嚷嚷 陈独秀怎么忽然有闲情逛新世界 只见他们三人进了大门 几条黑影也随着闪了进去 进门之后 陈独秀 高一涵跟邓出散了开来 邓出钻进茶室 又走进戏园 陈独秀和高一涵各处看了看 见到灯光明亮如昼 摇了摇头 朝楼上走去 陈独秀这书生 头戴一顶白色草帽 他原本为了不让人认出来 但万万没有想到 这顶白帽子给那几条黑影带来莫大方便 即使在人群簇拥之中 也很容易找到这顶白帽 走 到屋顶花园去瞧瞧 高一涵熟悉那里 便带着陈独秀走上四楼楼顶 楼顶那屋顶花园 是圣鼠那梁用的 这时还未到那梁时节 空荡荡的 一片漆黑 他俩从屋顶花园边缘伸出头来一瞧 第四层的露台上黑压压一片人群 正在观看露天电影 这儿太好了 陈独秀显得非常兴奋 他从怀里掏出那鼓鼓囊囊的东西 朝下一洒 顿时 像天女散花一般飞舞 正在聚精会神凝视银幕的人们骚乱起来 扬起头惊讶地望着夜空中飘舞的白纸 你争我夺 秩序大乱 陈独秀趁这机会 又甩了一大把纸片 就在这时候 黑暗中窜出一个人 朝陈独秀说道 给我一张 陈独秀竟然随手给了他一张 那人借着亮光一看标题 北京市民宣言 猛的 那人尖嗓高喊 是这个 就是这个 一下子 从暗处铺出几条黑影 一下子就把陈独秀扭住 原来 密探们盯住陈独秀已经多时 高义涵一见情况不妙 窜上天桥响逃 密探大喊 还有一个 那边还有一个 高义涵在紧急之中 把怀里的传单一股脑儿从天桥撒下 登登登跑过天桥 扔掉长山 草帽 下了楼 钻进混乱的人群 这下子 把尾随抓捕的密探甩掉了 高义涵跑到楼下一看 邓初正在台球场里发传单呢 高义涵连忙过去告诉邓初 独秀被捕了 别开玩笑 邓初还不相信理 就在这时 陈独秀被一群密探簇拥着 压下楼来 陈独秀一边走 一边高声大叫 暗无天日 竟敢无故捕人 陈独秀这般大嚷 为的是让高义涵 邓初知道 尽快逃避 子夜 万籁聚迹 北京大学附近的健感胡同九号陈玉 响起了急促的泪门声 谁呀 屋里传出女人的惊讶的问话 开门 门外一声粗鲁的命令式的答话 表明事态严重 那女人意识到发生意外 连忙披衣下床 她叫高军曼 辱名小众 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 陈独秀奉父母之命 在十八岁时与年长她三岁的高晓兰结为夫妇 高晓兰辱名大众 文盲 小脚 与陈独秀的思想几乎相差一个世纪 婚后 生下三子 吉颜年 桥年 松年 后来 陈独秀爱上高晓兰同父一母之妹高军曼 高军曼乃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生 喜爱文学 思想新潮 跟陈独秀志趣相投 1910年 陈独秀与高军曼不顾陈 高家族的反对 在杭州同居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沈尹默结识了陈独秀 当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 把高军曼也接来 在剑杆胡同同住 高军曼未及开门 大门已被撞开 闯进一大群鹤枪实弹的警察 士兵 屋里 屋外足有百人之众 陈家一级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 遭到了彻底的大搜查 新青年 陈独秀的信件 都落到了警察手中 当夜在城南游艺员散发传单的李大钊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 焦急万分 李大钊找来了北京大学德文班学生罗张龙 1989年9月15日 笔者在北京访问了93岁高龄的罗张龙 请他回忆此事 等人 要他们以北京学生的名义发电报给上海学生 把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捅出去 动员舆论进行营救 隔了一天 6月13日 陈独秀被捕的新闻建筑北京城报 全国各大报时事新报 民国日报 深报 时报也都批载 一旦激起众怒 各界纷纷抨击北洋政府 一时间 各地抗疫电报纷至踏来 飞向北洋政府 李大在民国日报上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 说得痛快淋漓 陈先生补了去 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 一 竟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 二 竟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 补去的陈先生 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 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 肉体的陈先生可以补得的 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补得的 要求快恢复无罪的 有新思想的 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的自由来 民国日报1916年6月24日 那位已经回到湖南的28话生毛泽东 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了 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 赞誉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军之被捕 绝不能损及陈军的豪末 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 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军处死 就是死了 也不能损及陈军至坚至高精神的豪末 我助陈军万岁 我助陈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徐世昌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徐世英时 也很尖锐地提到了陈独秀被捕之事 你们做的好事 很足以使国民相信 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 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 死了一个 就会增加50 100个 你们尽管做吧 孙中山坚决要求徐世昌释放陈独秀 徐世英这位内务总长不敢怠慢 赶紧给徐世昌发去电报 转告了孙中山的意见 京师警察听涉于重重舆论压力 在陈独秀被关押了98天之后 终于在1919年9月16日 由安徽同乡作保 释放了他 北里为南辰获释 热烈欢呼 欣然命笔 写了欢迎独秀出狱一诗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占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时有了许多更异 从前我的只眼只眼是陈独秀 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赶路所用的笔名 取义于南宋杨万里的诗 近来别聚一只眼 要踏唐人最上官 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 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负起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首创的报纸 指每周评论 由陈独秀 李大钊创办 1918年12月22日创刊 陈独秀被捕后 每周评论被北洋军阀政府封禁 1919年8月30日停刊 可是你不必感慨 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 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变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需愁着估计没有伴侣 在陈独秀出狱之后 中断了快四个月的新青年终于又和读者见面了 就在陈独秀出狱的那天 9月16日 天津的十余位男青年和十余位女青年组织了一个崭新的团体 取名觉悟社 出版刊物觉悟 觉悟社的领导人 是一位21岁的小伙子 名幻周恩来 觉悟的宣言便是他写的 应周恩来之邀 李大钊在9月21日来到天津觉悟社演讲 紧接着 新青年编辑部的前玄童 刘半农 周作人也应周恩来和觉悟社之邀 前往天津演说